我跟江城 你跟在谁 你你你 当然是你 江云涵 我都失恋了你 还抱我哥的 你说我陪我朋友 天亮你人呢 春春 我哥要来抓我 我马上登机 先不说了 还有啊 我给你点了男膜 男膜 江云涵 我刚回国 你就折腾我是吧 你确定我用这个东西 就能把你妹妹 带回家呢 紫园哥 我的好哥哥 我没再不回家 我妈就要疾风了 我现在赶快就去国外 签个重要合同 你去帮帮忙 回头给你做牛做马 行吗 副总 对不起副总 对不起 你谁啊 你新疆 新疆怎么了 新疆万凡吗 男女双双不清 你要干什么 这男女双双不清 你要干什么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 乖乖接受 对我们俩都好 你救命啊 都听说云彻的妹妹跟家里关系不好 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 这是铁了心要离开江家 什么 直播手铐 要一周以后才能解开 嗯 不行 不行 我现在就要解开 天哪 我该怎么办 难道这些天 都要跟这个男模靠在一起 你还是放弃吧 像这种专业级的手铐 没有钥匙 是不可能打开 原本这样靠住他 没想到我也打进去了 算了 正好有理由不回父家 就当帮江少爷 看孩子吧 接下来一周 感谢首领 刚好我又没了地方住 昨天晚上你涂脏我的衣服 今天 就由你买的 我 我们要不然换一家电 这衣服都太贵了 刚遇见渣男 又要被迫养一周男模 这都什么日子呀 贵吗 当然贵了呀 像你这样下贱的 发一辈子准分 也买不起这服 出门逛街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是什么身份 钱够 够 这一身地摊货 还敢来这种地方呀 有些人呢就是命贱 还没有自知之明 浩泽啊 幸亏你当初把他给try了 珊珊说的对 这是你该来的地方 出门左转五百里 有个批发市场 那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 还比较是你家吗 你管这么宽 你管我买不买得起 你 呦 玩得挺花呀 大白天的和小白脸 靠旧风雷 这是什么节目 我看你找的这个男人 也不像是什么好东西 你还真是积不择实 你 难怪江江说 他前男友 是他人生最大的吗 果真如此 你找野蛮人的本事真是一流啊 没钱还爱装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被你try了之后呀 就凭他这种货色 找不到更好的了呗 是吗 小姐 能接待您这样的客人 是我们店的荣幸 这层商品请您任意选择 我们随时为您提供服务 不是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荣幸 你看他这个穷酸样 像是消费得起的吗 算了 咱们别在这儿 跟这些下等人一般计较 我们去VIP去 那边 可是没有消费几百万的会员 进不去的 还是姗姗厉害 不像是某些下等人 买个地摊 还要货给三家 走吧 你们不能进 VIP已经被 某位先生包吵了 不是 凭什么他们下等人能进 我不能进 就是 我可是你们店的超级VIP 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超级VIP也不能进 那两位 可是我们店的贵宾 吓得人 有眼无珠的是你们吧 不是你 我 你不是说你钱 你有是个废物吗 我看你才是废物吧 山上我错了 对不起 来人 把他们俩赶出去 别影响我们贵宾心情 别影响我们贵宾心情 你 你 你 到底是什么人呢 那得问你那个好哥哥 哥哥 什么哥哥 连哥哥又不认了 他只是铁了心 要逃离江江 那家店是我客户的 认识而已 原来是这样 也对 像他这种颜值的头牌 客户肯定都是上楼的 江江 好久不见 听说你跟沐浩泽分手了 是啊 早分手了 我们现在是仇人 江江 一开始我还是不相信的 沐浩泽在同学群里说 说你被包养了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什么 我 现在同学们都传得沸沸扬扬的 说你再给别人当小三 沐浩泽还说 明晚的同学聚会 你肯定没脸来参加 现在正忙着 这个臭干爹呢 沐浩泽这个混蛋 沐浩泽这个混蛋 明天的聚会 江江一定回去 江江 你河南有可真爱 哎 你们听说了吗 小龙一般那个江城 平时看着老老实实的 结果呀 一毕业 这却当然了人小三 半了个大宽 这是这种致命不知事 虎我以前还那么看 让他和沐浩泽 人家沐浩泽同学 现在也算是飞光通达了 你们看他那个仙女 又霍一山 人家可是小头的女孩 大家要是找工作 不顺利的话 我可以帮大家解决 霍家公司欢迎大家 都是举手之狼 山山人和头 不像是我那个 被包养的前女友 找不着工作 居然出去卖 高兴的日子 提这么晦气的事 多不好呀 江城那种人 哪会跟霍小姐 相提并论路事 这有些人呢 就是上不得台面 浩泽人这么好 他居然不长眼了 非要去给人做什么情妇 江城 他这连同学会都没来 这分明 就是没把我们这些 老同学放在眼里 就是就是 以后 还要多仰仗浩泽了 这发达之后 可别忘了 我们这群老同学呀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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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城这个见识 恐怕现在都没有脸出门了 一个被我捉奸在床 光着屁股 连裤子都找不到的人都能来 我有什么不能来的 我们在一起两个年 你吃的穿的花的全都是我的钱 分手的时候连五毛钱的摊金纸都要跟我算 是你攀附上霍家大小姐 你还四处造谣 说我被包养 你的脸是城墙吗 这么厚 我昨天看到江江了 他和男朋友很恩爱 怎么被这么污蔑呀 天哪 校总的女儿 居然才是小三 所以说 是莫浩泽出轨 还给田里友造黄瑶 这人好好想 姐 我和珊珊是真心相爱的 倒是你 分手没两天 就勾得上小白脸了 还跑这儿 胡说八道 还是不是被包养了 那这手铐怎么回事 你们挺会玩啊 真是不要你 怎么了 我男朋友你赢我 羡慕吗 浩泽 好厉害啊 你一个小三主动发给我这些 明目张胆地抢别人的男朋友 到底是谁丢人蟹眼 我 别动 他是我的 除了我 谁也 不是他 混蛋 你知道你婆婆是谁吗 能走进这餐厅的人非富即贵 要不是霍小姐 你们能占你的支票 光道歉就完了啊 你们两个 都得给我跪下磕头认错 你做梦 爸呢 你们还真是活该啊 连霍小姐都干什么 这下是有好心看的 别怕 把这两个碍眼东西都给我赶出去 敢欺负我们家珊珊 我看你真是活够 把他们赶出去 赶出去 你有这个赶出去 你有这个资格吗 你 你在这儿 经理 经理是吧 我是你们这儿的贵宾 把这两个人给我赶出去 影响我的心情了 贱人 你别以为你找了个有几个钱的小歪脸 就了不起了 我们珊珊可是货家前景 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比得了 货家前景 您好 江江哪有幸福啊 那他跟那个产业遍布各行各业 商业霸总的富士有什么关系吗 对啊 这餐厅不就是富士集团的吗 不许他就是富家大少爷 不可能 富家大少爷从小就输在国外 身材矮小相貌丑陋 天生痴呆是个低能儿 不然我怎么可能退婚啊 他绝对不可能是富家大少爷 不可能 原来他就是那个主动跟我退婚的女人 退得好 把他们赶出去 来人 把他们来人糊涂去 永远拉入黑名单 让他们知道 得罪 富少爷 后果 这 啊 你放开我 我可是货家千金啊 他我 不是 走吧 今天啊 多谢你就厂 你跟富家是 没任何关系 富家 只是我认识的一个客户 果然投牌的服务范围 都是上流社会的人 那你赚钱一定很辛苦吧 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那怎么能行的 怪不得有钱人都长男模呢 这身材真是扬眼哪 江家 你是在故意装穷吗 他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江家怎么可能比不上货家 是啊 其实呢 我是富家大千金 故意装穷的 信吗 信 富先生 你真的好天真哦 咦 他为什么动了 是不是因为我碰到他了 好 好热啊 怎么 我好几个你啊 你 你喝多了 她是江人车的妹妹 你 你在胡乱想什么 抓住了 你没有喝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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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非要抱着我睡觉 我们什么也没发生 你听清楚了 你就点头 不要乱喊了 我居然真把南魔给睡了 请问我需要付钱吗 夫人 那晚餐厅里的是少爷 紫月回国也就算了 这身边的女人是谁 还未查到 不过那天 傅少进的是霍家前进的包厢 霍家前些日子 刚退了我们傅家的婚约 紫月这是亲自去追人家了 属下办事不力 需要去把少爷请回来吗 不必 离他总裁上任没几天了 他会回来的 放消息出去 就说我们傅家 非霍家千金不取 哎呀 你这这这 哎呀呀呀 大少爷 你好了没有啊 我手都不僵了 你带着带带一会儿 今天钥匙就能到了 到时候你就自由了 不愧是头发 这肌肉 哇塞 喜欢啊 不不喜欢 不喜欢 今天手铐就能解胎了 我对自由渴望已久了 跟我绑在带一起这些天里 你很不情愿 我收到富士集团的录用通知了 我明天就可以去富士上班了 一个工作而已 什么而已啊 富士集团很难进的 这可是全球排名榜上都靠前的骨骚 也就一分 你说说你 你现在年轻可以干这个 你以后年老色衰的怎么办 你呀 还是要一份正经工作 脚踏实地的 对不对 年老色衰 我是干什么工作的 嗯 说 说 啊 刚找到工作你就贬低别人的职业 江城 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不是看不起你的意思 有快递到啊 再见了 明天记得准时上班 天下 在 lymph群的滑水 你好 我是有二 我是有إ卫草 我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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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快乐 我是有茫号 明天您总裁上任的一切 都安排好了 需要亲自到上了 我收到富士集团的论统通知了 我明天就可以去富士上班了 知道了 楚总 富少 富爷 我昨天才听说 玉寒这丫头糟泡过外去了 你 你妹妹出国了 是啊 就你回国当天 她连会所都没去 那跟你和在一起的公家是谁啊 那跟我相处这些天的女人 到底是谁 给我一份富士集团 新录用员工的资料 机场 我认这个家 我认错了 那她不是栽桃公主 那她把我当成什么 啊 听说了吗 今天是富家继承人担任总裁第一天 让我们这种小员工有没有信见到啊 别期待了 一直在穿 新总裁能力不行 又是一个靠家里吃干饭的商人 富家找霍家联姻 霍家签金都主动退婚了 富家还继续贴着脸球联姻 咱们的总裁怕是丑得不敢见人吧 你真的听我的话 找了一份正经工作啊 江城 是这个江 我认错了 那她不是在头公主 那她 那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应该不会是总裁秘书的 什么 开玩笑 我们先别过去了 为什么 听说这个总裁又老又丑的还很猥琐 反正就是别过去了 我为什么不能过去 你想啊 她三十多年都没有一个女朋友 女的八卦上名书位啊 她喜欢男的 你 你 小心点吧 我告诉你 她喜欢 女的 你心跳 怎么跳这么快 你心跳怎么跳这么快 人是给我发消息了我就先过去了 人是给我发消息了我就先过去了 不管请问男的女的组织你要小心一点 上班第一天就穿这么放浪 你够你谁呢 你一个没身份没背景的 韩正进富士集团 不知道你赔了哪个蛋屋睡了 走后门才进来了吧 我没有赔水 我是通过一层层面试 靠自己努力进来的 刚入职的新人都敢顶装老人了是吧 你今天就过来办离职 我入职的不是人事部门 你没有权利决定我的去留 你一个小丫头 刚出社会 规矩懂不懂 富士集团的规矩里面有欺负新人这条啊 跟我作对 今天我就教教你 是什么叫规矩 哪个部长也拦我 总裁 总 总裁 这就是新人的总裁 天哪 好帅啊 规矩 误会 误会 副总 这都是误会 卧士集团的规章制度里 有欺负新人的规矩吗 你被开除了 副总 副总 我错了 副总 我不敢摸回集团形象 你 到我办公室一趟 小姐 能接待您这样的客人 是我们店的荣幸 这层商品请您任意选择 我们随时为您提供服务 把他们赶出去 手伸过来 我错了 副总 我不应该说您又老又愁的 我不应该说您喜欢男人 我不应该 不应该 不应该 跟您同吃同住 不应该把您当成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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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头牌 请问我需要付钱吗 江城 到 您放心 我跟您没有任何关系 上一周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我怎么记得 我们睡过了 还同吃同住了一周 吃干净 不负责任 跟我来 副总 夫人说 您必须和霍佳麟 想退婚的话 让您明天亲自去宴会 找霍玉山退 我 你有心事啊 离我这么远 进了 来 江川家好 副总 我真的错了 不是喜欢吗 随便点 副总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都是你的错 不然呢 想什么呢 别紧张 以后这种聚会多的是 我都退过一次婚了 没想到傅家居然还死其百来的 贴上了 要不说我们家珊珊魅力大 连傅家都求着来临 而且还两次 珊珊 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放心吧 等霍大少爷一出现 我就要让这个老男人 颜面无词 对所有人宣布 我霍宇山 绝对不可能嫁给这种人 原来你是让我假扮你的女伴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比较有经验 走吧 这个宴会怎么回事啊 什么啊猫啊狗都放进来了 没钱买衣服呢 就别穿出门 穿个假帽的出来 丢人现眼 第一次见撞礼服的 怎么什么人都能混进来 看都不用看就知道 霍小姐肯定是正款 那来路不明的女人 穿的肯定是假的 这款礼服我看过 你把东弯了 凭什么说我穿的是假的 我看你身上这件 才是假的吧 领口上的线头 都没倾理干净 胡说什么呢 你个穷鬼 哪来的钱买礼服啊 我男朋友有钱啊 怎么 就允许你勾搭附加千金 我就不能找 豪门少爷了 我劝你了 赶紧把你身上这件 假帽的给我脱下来 不然你别想 给我走出这个宴会 你穿的才是假 要脱也是你脱 好 来人啊 把设计师给我喊过来 江城 没想到吧 这件礼服的设计师呢 也在县城 我看到时候啊 你还怎么嘴硬 盛盛 要不就算了吧 咱们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啊 我们走 怎么 现在心疼起你的前女友来了啊 我霍于山 可是连傅家大少爷 都敢退婚的人 我没有 粗枝裂造 你身上这件是假的 粗枝裂造 你身上这件是假的 霍小姐竟然穿假货 那可是国际知名设计师都亲口否定了的 不可能 我身上穿的怎么可能是假帽的呢 没想到堂堂霍家大小姐 连我设计的正品都不愿意买 以后 我的设计也绝对不会提供给你 莫浩泽 你给我解释清楚 这件礼服可是我交给你去买的 珊珊 你听我解释 是我一时糊涂 我想着礼服就穿一晚上一百多万 多不值 烂衣服不上墙的东西 连我买衣服的钱你都要捞一笔 霍小姐 你刚才说如果我穿的是假货的话就要脱 现在你穿的是假货 是不是也得脱呀 你 你 你在叫我做事啊 山姬呢是永远变不了凤凰的 就算你穿的是正品又怎么样 现在呀 毁了 你以为我会任由你欺负吗 礼尚往来 对待你这种人根本没必要好脸色 那不是傅大少爷吗 傅总来了 他未婚些都这样了 怎么不上去帮忙啊 傅总 不可能 傅大少爷他明明又恼又丑 怎么会 怎么是一个英俊帅气的男人 青年才俊一表人才 江城镑上的是傅氏集团的总裁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你取决 傅家和霍家从来没有任何联谊 他是傅氏集团总裁 这这算不算当作退婚啊 霍小姐连假货都穿 一百多万多多奖 还管你不肯要 还有 你泼了我女朋友一身红酒 毁了礼服 记得要赔 一定要赔啊 因为正品特别贵 走吧 看什么看呢 婶婶 婶婶 你这个废 连给我买件衣服的钱 你头要吞 滚吧 Wi-Fi 梵小姐现在把你给摔了 婶婶 婶婶 我错了 你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是因为你那前女友 我现在就是傅太太了 她居然是傅家少爷 原本这一切就是属于我的 我才适合附加联谊的那个 江城 你就是个小偷 傅慈愿是我的 傅慈 我自己来的 怎么 你很怕我吗 刚才在宴会上 不是还很厉害吗 傅总 刚刚突然跳出来一只猫 我居然亲了总裁 过来 抬头 谢谢 明天 接得准是上班 你不开除我了 太好了 我什么时候说 要开除你了 我以为你要找我麻烦呢 害得我提心吊胆的 冷艳绝情小妈 哎呀 好羞耻 一刀雷劈死我吧 你明天要是敢迟到的话 到时候 我就要找你的麻烦了 小妈 有呀 tierra insta 你 сам 派 我知道 我 没有 是 这是我家 我没儿ASE 面天 我跟葳梁山在一起 就是玩儿玩 我跟她完全是想让我们以后 能有个好的生活 你的!",老婆 我是蠢还是傻 你说这句话谁能信呢 我和你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滚 你再不出去的话我报警了 臭婊子 我叫副总以后 翅膀要了是不是 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都没让老子碰一下 你和副总在一起才几天呢 俩人手都靠在一起 玩的挺活的 让我也尝尝滋味呗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妈妈你别过来 臭婊子 你给我装什么纯情少女呢 你们这种女人 就是拜金 你要是下活命的话 就拿出你跪舔副总的那一套 来伺候伺候我 不过你放心 我会把整个过程全部录下来 我 你别过来 我 我 你别过来 救命啊 我是个让全王都知道 你是个当父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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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坏老子好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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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我 我酒精上头一丝糊涂 没事了 没事了 嗯 这 我不该对他多少 处长 我 我 我不知 恶心 疯称你也配叫 江小姐 江小姐我错了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来我这个旁白蛋吧 江小姐 副总 我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 副总 江小姐 你去副爷冷静冷静 江小姐 副爷 不要 我 我害怕 好好照顾他 是 对吧 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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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 你 Vill a 上班要迟到了 这个 昨晚都被折腾成那样 今天还想着上班 江城啊 我看你脸色不是很好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要不这些活 我叫其他人给你弄 不用不用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可以的 年轻人啊 多做理也好 这些文件 做完以后直接送到副总办公室吧 以后啊 还指望江小姐 在副总面前听我美言几句 我可是为副师立下过汉马功劳的呢 这些文件都在副总办公室 还在副总办公室里这么辛苦啊 这么忙都没下班 人家都等着你快三个小时了 傅思渊 你别太过分 谁 谁 我来送资料的 你们继续 进来 出去 对不起啊 我就是来送资料的 打扰到你们了 不是我 刚才那个女的 是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江城你在想什么呢 你真的以为人家副师集团的掌门人 能看上你这个臭小鸭 那你看中了吗 我跟他说 我喜欢小妈 冷艳 绝情的脸 我微信早改名了 是吗 我 你在想什么 我 我 我什么都没想 那你刚才 为什么毕业啊 妈 以后别随便往公司里面给我送女人 我没兴趣 你要么把儿媳妇给我带回来 要么 听我的安排 你三十好几的人了 身边女人一个也没有 我这不是着急吗 我们父家这么大的家业 总不能后继无人哪 好 我知道了 有谁家的儿子 像你这个年纪还光顾了一个呀 我以为我能早早的当奶奶 现在看呀 只能在这里喝茶盘珠子喽 妈 别糊弄我 下周啊 要不把儿媳妇给我带回来 你这父家家主的位子 就别想坐了 一周内结婚 王总 王总 咱部门今年的业绩全只有你老人家了 是啊 要是没有黄总 我们这一群人就要去喝西北风了 要是有什么能替黄总下老的 您啊尽管吩咐 过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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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以我黄某 今时今日的地位 就算 把父子晏 站到我的面前 也得借我散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江晨啊 虽然呢 你是公司的新人 但是呢 我很看好你 能力不错啊 陪我喝一杯 这黄总 我不会喝酒 喝一杯都不行 这可是黄总亲自给你的酒 你都不喝 刚入社会 就是没眼力劲 黄总的面子都不给 江晨 你也太没意思了吧 我们不没以后的业务 可都要看黄总呢 喝 这才对嘛 懂事啊 终于都到我的手里了 小美人 长得挺嫩啊 哪个不张眼的敢提老子 对我的女人敢下药 你还真是色胆包天啊 不懂啊 我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 我再也不敢了 饶了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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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在那里来下药吗 饶了我 饶了我 臭臭 以外 明天 富士集团 曲潇跟你一切合作 富士集团的产业 对你 风沙 不都是跟你说了吗 不让你喝酒 被人下药你都不知道 对不起 他又救了我 还守了我整整一夜 副总 你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副总 你 是不是 喂 江昭明 你一直问我要钱去赌 我没有钱给你了 好女儿 我听沐浩泽说 你帮了个大款 沐浩泽 晨晨啊 爸这是要的不多 三十万 也就你跟大款 多玩几次的事 怎么样 我没有钱 我也没有大款 三十万你怎么不去抢啊 忽悠我是吧 翅膀赢了 去了个大城市 你以为打不倒你了 晨晨 再给爸一回钱 爸一定能赢过来 相信我 这次一定能赢过来 给我钱 给我钱 你干什么 承着 承着 再给爸一回钱 相信爸 一定能赢过来 相信我 这次一定能赢过来 这周你不把三十万 打过到我这 我就把你妹妹 童童给卖 卖给她个大傻子 人家出的柴里 看不住了 江上平 你还是不是人呢 童童还在上学 她才16岁啊 那你就把钱打给我 立刻 马上 别怕 有我在 别怕 有我在 他一直问我要钱去度 如果我不给他的话 他就拿我妹妹威胁我 要不然 都能连学都上不成了 他这么倔强 直接给他钱 肯定不能接受 对不起啊 让你见笑了 我们做个交易 你需要三十万 而我 需要一个人和我结婚 应付家里 我们不如 各取所需 结婚 我和你 婚人 霍小姐来了 阿姨 珊珊今天来呢 是来给您道歉的 之前是我不懂规矩 无力取闹 退了付家的婚约 阿姨 这是我托朋友 从国外带回来的玉琢 我想跟你很配呢 你只听闻 霍家千金名声在外 果然长得标致 阿姨 之前是姗姗比对 现在 慈元哥哥有婚约了吗 哎呀 没有 要不 你再考虑考虑慈元 那不知道慈元哥哥 现在还愿意联姻吗 不愿意也得愿意 要不然 他还把我这个妈 放不放在眼里啊 阿姨 我想去傅氏工作 跟姗姗哥哥 好好培养培养感情 也是 你们年轻人啊 就得先培养感情 再谈婚姻 是阿姨啊 草治过急了 傅姗 我一定要拿下你 我居然真的跟总裁结婚了 有什么不可能的 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赚钱 把这三十万还给您的 我知道我们是协议结婚 不会干涉各自的生活 如果您想离婚的话 我们可以随时终止婚约 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 我是您的妻子 不会跟您添任何的 你一口您的 傅太太 我们的关系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少数呢 刚结婚就提离婚了 还有 自己的妻子的事情 算是麻烦的 那 老公 总裁夫人 我真不是在做梦吧 听说了吗 咱们部门要来一个新总监了 外面都在喘 到时候来的新总监 是咱们副总的未婚妻 我知道 副总的未婚妻 各位好 我叫霍雨山 是新来的总监 去给我倒杯热水 真是严家路窄呀 落到我手里了 你完了 没听见吗 去接水呀 你 你 总监 喝吧 小心烫啊 你是干什么吃的 连倒杯水都倒不好 刚才你推我 让我扎破手的时候 不是挺叫嚣的吗 我给你倒水 是尊敬你的身份 现在这个叫做礼尚往来 你 江城有没有好过的吃了 不一定有 江城跟副总的关系可不一般呢 这下可以好戏看 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事吧 少参加进去 打死我了 谁干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新上任的霍总监了 不过我也没亏 我也把它搞成这个样子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都已经快好了不同了 但是我弄伤了你的未婚妻 会不会被遵怪 未婚妻 全公司上下都在传霍宇山是你的未婚妻 我倒是想告诉全公司 我已经结婚了 正都领了 可惜啊 是有些人不让的 毕竟是假的 闹得人心皆知 不好 如果我告诉你 不是假的 你母亲是不是很喜欢霍宇山 我会处理好人险 如果你不想霍宇山再复始的话 我可以让她开除 不用 不用开除她 这样就像是我滥用四权 我倒是希望你能滥用 傅太太的权力 巴结我 讨好我 求我帮你处理掉 霍宇山 怎么讨好 像这样 傅家跟霍家哪里不合适了 甚至珊珊同意联姻 你这什么态度吗 你都多大了呀 非得等我死了才能当上奶奶吗 结 你结婚了 你结婚了 哪家的姑娘 不见过吗 臭小子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过几天 就把她带回家了 好好 我不管了 你这偷眼牛儿戏 真好 乖女儿 是你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多亏你有个好钱男友 要不是他 我还不知道你的弟子呢 你要干什么呀 你拿来吧你 干什么 我要钱 给老子钱 我不是刚给了你三十万吗 这才过了多久 我没有钱啊 你一个小婊子 再多造这个有钱的税 不就有钱了吗 给老子钱 我没有钱 吃完硬了是不是 很想跑 不想你妹妹背卖 老子把你喂了 你 走 老子 被他了 为什么 要每天都被你带了 够了 很快 你别过来 你们敢过来 我杀了你 我就喜欢你这样有个性的 有征服御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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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踹我 你不想活了你 我给你我的钱 老子就打你 我打了你给 给我 我的事 你不想活了吗 这个人的练乱 你们 你们是谁呀 他可是我 花十几万买回来的 你们想干什么 有了我 不怪我呀 都是那个江超明这样的 我的钱不要了还不行吗 江超明 他连亲生女儿都敢卖 之前和他在一起喝酒 他说他女儿 是他自己捡回来的呀 也是 像这种人者 怎么配做父亲 把他双手锅吹 送到井去 去查一下江超的身世 没查清楚之前 先留下江超明一段时间 是 不过 副总 那老徒子喝醉的话能信吗 今天为了江小姐 已经触动全程警力了 谢 为他做多少事情 都值得 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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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都怪我 管我来的太晚了 我保证 以后不会有人再敢欺负你 傅思源 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还不清的 这样协议到期以后 我 永远不会打极 诚诚 我是真心喜欢你 和你说结婚 不是为了应付家里面 你的坚强和不屈 是我这辈子 见到任何一个女人身上没有的 诚诚 我真心实意喜欢 也是真心实意 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 你愿意 给我一个追你的机会吗 不可以 因为 我已经喜欢你了 马上把那什么结婚的女人给我离了 要不是珊珊说 我还不知道你娶了一个人品这么差的老婆 没绅士也就算了 工作也不上进 人也朗荡的很 不可能 好啊 不离婚是吧 那她也别想踏进富家大门一步 她也别想踏进富家大门一步 江城 你盗取公司机密 你完了 你完了 我给你说话你没听见吗 你盗取公司机密 赶紧滚打走人 第一 我不是小三 第二 我没有盗取公司机密 你不要噱口喷人 昨晚公司收到匿名举报 你跟进的项目已经被对方公司抢了 他们的数据跟咱们的一模一样 你还在这狡辩呢 我跟进的项目都要向你善报 你在这里贼喊猪贼 有劲吗 你胡说什么 货总监可是副总未婚妻 你诬蔑他 做小三还这么嚣张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混到富士来的 你被开除了 再不滚蛋走人 就等着吃牢饭吧 我能抢你男朋友一次呢 就能抢第二次 跟我斗 你还弄了点 真不要脸 吵什么 货总 江城他以下犯上 当着这么多同事的面 他一个小员工居然敢推我 在干什么 职场霸凌吗 自己去人事部门办离师 是 副总 江城他盗取公司机密 难道你连这都不管吗 你的意思是 我的妻子帮助外面的公司 妻子 我没听错吧 副总说江城是他老婆 总裁夫人 你说他盗取公司机密 倘若我要查出来 这件事情和江城没有半分关系 你 霍玉山 如果让我知道是你自导自演的话 我会让霍家替你收场 盗取亲密的事情 我会给你一个敬拜的 无所谓啊 反正你早就知道是霍玉山做的 傅子元 你拿我当诱饵 什么诱饵 这个项目呢 是你给霍玉山的 因为你知道 他遇到比较难的项目呢 就会丢给我 方便找我的麻烦 这时候你在英雄救美 顺便把霍玉山给赶出公司 还拿到了富士集团的项目 这叫什么 这叫一石二鸟 你啊 真聪明 对啊 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把他赶走 但是你 又不想让我滥用之权 那我只能让他自己挑剑了 傅子元 你好腹黑哦 但是我没想过 你在公司被同事排挤 你都不告诉我 我那些强大 不在乎这些 但是我在乎 诚诚 你可以无条件依赖我 所以 你才要当众给我名分 公布我是你的妻子 是我想你 给我名分 你够吗 不够 啊 傅子元 你到底什么时候离婚呢 珊珊人那么好 你非要想不明白 娶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您先别着急 待会儿啊 有一场好戏 等着您看 夫人 夫少 霍佳来人了 进去 进去 跪下 跪下 你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子元 夫少 是山山部队 盗取了复制机繁机密 给了别的公司 我带她给你赔罪来了 什么 那我去复制机密 不是 阿姨 阿姨 这都是误会啊 夫少 你这段时间 也抢了不少货架项目 还请你高台贵手 给货架留条活路啊 那要看看你这个好女儿 是什么态度 到现在都说是误会 职场罢了 用热水拨人 用玻璃伤人 诬蔑他人盗取公司机密 这庄庄渐渐哪一件事情 误会你了 山山呢 山山 你 你 你都做了些什么 什么吃书打理 平行端正的大小姐 你在我面前 都是装的 贵的 贵的 我还把你当成 我父侍儿媳的人选 阿姨 阿姨 你听我解释 从今以后 父侍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父少 我一定会好好教育杀杀的 还请您高台贵手 就放大姨妈妈 她以后绝对老老实实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她可是我的命啊 再有下次 或假 我还要一煮了 看到了吗 这就是您千挑万选 给我选的 好儿媳 我还不是想让你 娶一个好人家的姑娘吗 这货要折 丢了个女儿 剩下的当宝贝 我以为她会是 跟我结婚的那个姑娘 人挺好的 您要不要抽个时间 见一见 我可不信 你这是被狐狸精迷了眼 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都不靠谱 这没有身份背景的呀 就更不行 这没有身份背景的呀 就更不行 趁早离婚 您连剑都不愿意剑 就这么着急下定论吗 好好好 你去安排 我剑就是了 快 接着再入住这边 看来啊 我真是老了 以后啊 得多出去走走才行啊 阿姨 您脚没事吧 疼死了 疼死了 这儿 这儿也没什么人啊 要不然我先帮您揉一下 然后再送您去医院 我学过一些 您别嫌弃我啊 小姑娘 有男朋友吗 有啊 我送您去医院吧 真可惜 我儿子是大龄盛男 你要是也单身的话 你们还能认识认识 果然好姑娘 早被人抢走了 早上迟到了 说吧 怎么办 上班路上 住人为乐去了 迟到 就按照公司的 规章制度来啊 不走 每个迟到的人 都会被您要求送咖啡啊 哦 那倒不是 我只是单纯的 以权谋私罢了 他怎么做到 这么理直气壮的 晚上陪我参加一个慈善晚宴 带你 见个人 不能说金家长 不然 他肯定紧张 好 我先上个洗手间 等一会儿 再来抓你 小姑娘 我们又见面了 阿姨 你脚好了吗 扫好了 多亏了有你啊 你怎么自己来宴会啊 男朋友呢 丢下你一个人 真不靠谱 没有 阿姨 我老公他去洗手间了 你结婚了 死员出事了 阿姨 我我还有点急事 我先走了 多好的小姑娘 可惜啊 不是我儿媳妇 妈 不是让我见你挑的媳妇吗 人呢 人呢 连我这个婆婆的面子都不给 你还指望她有多好 我今天刚遇到一个小姑娘啊 可惜人家结婚了 要不然 还能给你争取下呢 反正啊 你自己挑的老婆 我是看不上 爸 晨晨不知道我今天 要带她来见你 可能 有什么急事先离开了吧 晨晨 晨晨 姜川明 你爸的命现在在我手里 你把我害得那么惨 现在轮到你了 晨晨 快救救爸爸呀 不想让你爸死的话 现在就给我跪下磕头认错 霍小姐 我认识你了这么久 你终于做了一件人事 你不管你爸的死活了是吧 好 我就当着你的面 把她胳膊给卸了 求之不得呀 马上到我 务必不要放过她 什么 江晨晨 你还是人吗 你把你的女儿 卖给一个老头子 非常感谢 您真的是一个 你们继续 继续啊 我跟我们家副总打电话去了 晨晨 救救我 我可是你钱吧 一会儿就把她给我扔到天桥底下去 气死我了 等等 这老东西还有用 你怎么在这儿 什么 跟踪我 晨晨 这老东西成天问江城拿钱 你拿它为心 肯定没用啊 我有别的办法 或者 救救我 你让我从乡下过来找江城 我也来了 快救救我 让我干什么都行 给你个表现的机会 家人们你们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 我叫江桃明 你们大家都来跟我评评理 我一个人 含辛茹苦地把江城都养大 到头来 他连我这个爹都不认啊 要不是我从乡下进城 我还不知道 他家来荒门当起了少奶奶呀 你们看 你们看 他电话号码 微信 一切联系方式 都把我这个爹给拉黑了呀 江城啊 你父亲在外面闹事 要不要出去看一下 感谢你们家人的支持 乔超明你干什么 你们看 这就是富家少奶奶 见了我 连爸爸都不喊 青昌明 你有什么事情我们私下解决 你以为我傻啊 你是怕我闹起来 丢了你富家少奶奶的身份吗 快私下解决 哼 以前还以为 副总妻子挺亲和 在公司当个小员工 没想到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连亲爹都不认了 真是为了嫁入豪门 不顾一切 说不定 还有什么隐情呢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都已经给你了 你还要怎么样 我为什么把你拉黑了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一个当女儿的 消敬自己的父亲 怎么了 你没钱 副次元有啊 找他有啊 副次元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为什么要拿他的钱给你去赌啊 你配当一个爸吗 从小到大 你不是打我 就是拿我的钱去赌 去喝酒 前些天你还把我卖给一个老头子 你说我为什么连一生爸都叫不出口 哎哟 哎哟 你下个本人 你连你亲爸都推 我不活了呀 我不活了 谁说你是江长的先生父亲 这就是我那女婿吧 哎哟 真是一表人才啊 诚诚不给我钱你 别来真情戴故的 诚诚跟你没有半分血缘关系 你说什么 交给我处理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来人啊 把在集团闹事的 先砸人道 赶出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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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钱的那不讲理 这有钱的那不讲理啊 江长明早年 十九号堵 把自己老婆打跑后 怕没人给自己养老 所以 就领养了你 恐怕你的妹妹江桐 也不是清晨的 我早该想到的 这些年 无论我做得再好 后来的都只有大马 我拼了命的向上爬 我想要逃离这个窒息的家 我靠着助学金上到高中 我自己打工 赚生活费 供自己上学 好不是到了工作 我以为他能放过我了 对不起啊 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江长明就不配做一个夫妻 他就是一个吸血鬼 好了 以后 再也不会有这些落寞了 少爷好 这不是你家吗 来你家干嘛 当然是进家长了 可是我 我什么都没准备啊 没事 不用了 走 少爷 少爷 那你转告我母亲 告诉她 我这辈子 除了江城这一个妻子 我谁也不认 除了江城这一个妻子 我谁也不认 不管她见还是不见 都不变 傅次年 因为这个小狐狐狸 竟连傅家都不要了 因为她的傅太太 势之跌了多少 少爷和少爷和少奶奶在门外 还见吗 让这女人跪着吧 跪得我心情好了 再见 夫人让少奶奶在这跪着 跪到她萧气再见 跪着 还是这么说的 我进去找她 不要 如果不是因为我 江长明不会来公司闹事 也不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不管她是不是我的父亲 我都要为此负责 夫人对我有怨气是应该的 你们母子不要因此生气 但是我不能看着你在这跪着呀 无论是明示了 她只是太担心你的终身大事 转告我的母亲 等她什么时候认可这个儿媳婦 我再起 你跪着干嘛呀 你快起来 等她什么时候让你起来 我再起 少爷 哎呦 你这是干什么呀 夫人 少奶奶和少爷两个人 看起来情投一合 外面的雨这么大 您看 要不就让他们 胡闹 此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冲动 她是被下骨了吗 贵就贵吧 难道要看看这个女人能撞到什么时候 少爷 夫人同意见少奶奶了 请 savings 紧 什么 funktion 不 没有 存在 没有 这 特别 虽然 不 可能 他 你 了吗 我 我 我不是来看她了吗 怎么是她 医生说是因为贫血 再加上淋雨 才引发的高烧 现在听闻刚正常 儿子 你说她是你妻子 小姑娘 有男朋友吗 有啊 我送您去医院吧 你怎么自己来宴会啊 男朋友呢 丢下你一个人 真不靠谱 没有 阿姨 我老公他去洗手间了 你结婚了 不然呢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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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呀 真是我儿媳妇啊 我都做了些什么嘛 儿子 她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 我遇到过的那个小姑娘啊 她 妈 你要是把我老婆给吓跑的话 就全怪你 你妈真的同意见我了 她呀 现在巴不得快点进来 这次不会是鸿门宴吧 走吧 少奶奶好 我来看看我儿媳妇儿 澄澄对不对啊 身体好点了吗 这腿还疼不疼啊 这是夫人亲自为少奶奶熬的汤 阿姨 是您 都是一家人 澄澄啊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 你看看这些 有没有喜欢的 不喜欢啊 还有 这些首饰啊 你尽管挑 阿姨 这些都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你还是手下的 不弥补你眼 她估计 要一直愧疚下去 澄澄 你是不是还有埋怨呀 怎么到现在了 还叫我阿姨啊 妈 哎 太好了 这酒对了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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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推我进来的 呃 要不然我换一个房间 换一个 为什么要换房间 我 我 我 你 我婆婆推我进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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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 我怕我对你做点什么 那你想 对我做点什么 做点 成年人该做的事情 比如 嗯 很舒服 你 是不是偷偷练过呀 说法这么专业 堂堂附加大少爷 在家里给我伏低做小的 这感觉真棒 这就是你说的 做成年人该做的事情 听了我的话 不是成年人该做的事情 老公 你是故意的 你说什么呢 我 我也不懂 我错了 您打扰大蓝就原谅我吧 我不开玩笑 我老婆呢 怎么会错呢 我老婆呢 怎么会错呢 哎 有人敲门 不要管 你还是去看一下吧 不然 不太好 妈 您来干嘛 我只是想要来 关心一下我儿媳妇嘛 她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需不需 不需啊 妈 您没有夜生活 但是您儿子我 我有啊 好好好 我走了 当我没来过啊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啊 我 你 你 你 我 说什么啊 你居然敢打我 你打招呼的方式就是山人巴掌吗 来 你们要的抱点头条来了 堂堂富士集团总裁的妻子 居然当小三 江小姐听说您是出卖身体伤位的 富家两次联姻 霍家您是怎么从中结胡的 江小姐 请问你这是吃三当三吗 回答一下 你觉得是小三吗 回答一下吧江小姐 回答一下 江城是我的妻子 再有关于他不时的言论和八卦散播 我富士集团将追究到底 富总 他们只是对航门八卦感兴趣 和我没关系的 小三滥的手段 集团的安保都是摆设吗 以后富士集团 霍雨山不得入内 带走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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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再关于我太太的不时言论的话 出现一条 我就告你家 出去 结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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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你看看你手上还缺个戒指 我还差你唱婚礼呢 富大少年 你真是想一出试一出 我一直都有在想 被那些记者这么一闹 我觉得不能再拖了 富家少奶奶 怎么能受这种委屈呢 你还有脸来找我 不是说江昌明那个老东西有用吗 还不是让富士园摆平了 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珊珊 珊珊 你不能不要我呀 咱俩在同一条船上 我也不知道 富士园为啥对江昌那么好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窝囊飞 我早就和富士联姻 成为万种瞩目的富太太了 珊珊 珊珊 我还有办法 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 我现在连富士都进不去了 凭什么他江昌能得到一切 富士园在找江昌的亲人父母 我有线索 我有线索 说 江昌明手里有江昌亲生母亲的项链 所以富士园才一直没动的 我们把项链抢过来 用来威胁江昌 你不早说 不知道慈愿等会儿看到 会是什么反应 哟 我当是谁呢 一个小三也配在这儿啊 我也当是谁呢 一个被我捉奸在床 还整天想着我富太太喂着的人 也配在这里叫香 怎么 你跟那个软饭男莫浩泽修成正果了 那真的要祝福你呢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是富太太了 我早就是富太太了 你这个小三 你怎么小三小三地挂在嘴上呀 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小三胜利啊 你 你只知道山巴掌 又坏又蠢 怎么 我说错了吗 当年你母亲逼死霍家正主的正妻 小三上位呢 是吗 那我再怎么样也比你这个没爹没妈的贱货强 我妈的项链怎么在这儿 你 江昌明这个老东西啊 真是个怂货 我不过就威胁了几句 就吓得尿裤子了 你还给我 你想抢了 我想要你的项链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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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我求你了 你把项链给我吧 那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我求你了 哼哼 原来是个流离的 老子还以为能卖个好家钱 真晦气 呸 就不给 以后不给老子好好赚钱 项链 就别项链了 哼 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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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干什么 干什么 哎呀 我这鞋子呢 有点脏了 不如拿你的婚纱给我擦一擦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我要你现在就跟夫子院分手 不可能 不可能 是吗 是吗 那我就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亲手把它毁掉的 不 副长你看这真相啊 我能过去做了清分准备 我帮你再考虑一下 爸 谢谢 姐 他把我门的线了也丢了 莎莎 你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道歉 爸 你疯了 一条破项链让我给他道歉 钱 哥哥 人家只是不小心的 说吧 多少钱 我赔就是了 赔 我要你给我找回来 赔 我要你给我找回来 他 一条破项链才值几个钱呀 我输百倍赔 怎么 霍太太还会讹人了 钱我有的是 我太太说了 要让你找回来 让我找回来 外面都是草丛 让我找回来 霍总 跟霍家合作 我可没有见到诚意 算算 还不赶紧给傅太太找回来 爸 去吧 给我 儿娘 脏死了 站住 你刚刚是怎么对他的 我 还不给傅 傅太太跪下 却她原谅 爸 你让我给她下跪 我可出货家千金 你让我给她下跪 我可出货家千金 你让我给一个 没爹没妈的贱人下跪 你要知道我求求你 别把我们的孩子丢掉 你要谁娘我给你 你要我的命我也给你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不要不要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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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看看自己得罪了谁 得罪了傅容 难道还要我们 霍家替你赔罪吗 滚下 对不起 你说什么 你 对不起 江城 我不敢总是找你麻烦 你知道错了就跪着吧 我一定要杀了你 去死吧 莎莎快起来 疼不疼啊 哎呦 女儿别再去挑战扶持员的底线了 得罪了江城 咱们货家都得玩玩 爸 凭什么好处都让他江城得了 明明我原本在是附加少奶奶的 你要真看不上江城 就悄无声息的 爸 您看真够狠的 果然江还是老的辣啊 沈青 你真是阴魂不散 女儿命真大 扔到穷乡僻壤的地方都活下来了 可惜他好日子就到头了 这就是您千挑万选 给我选的好儿媳 我还不是想让你娶一个好人家的姑娘吗 这霍耀哲丢了个女儿 剩下的当宝贝 我以为她会是 陪你 脏死了 去查一下 霍耀哲 早年丢了那个女儿的蟹子了 副总 您怀疑少奶奶是霍家走丢的孩子 我怀疑 江城母亲的香脸 跟霍耀哲有关系 看什么呢 小声点 你说 我该怎么合理的把这个交给他们拿 直接给啊 你不懂 小年轻的脸皮薄 要不我现在就把这个送进去 假装是我儿子买的 道女士 什么东西啊 晴智内衣 那什么 我儿子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意识都在 我们脸皮啊 确实啊 不过 你想假装是我买的 我不是打扰过你们吗 想弥补你们 我年纪大了 想到奶奶怎么了 晴晴 帮我拿一只新的衣服 机会来了 快去快去 都是过来人 去去去去 快去 手上是什么 新衣服 没什么 我没有喝醉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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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赵女士的手边 不许 你以后还凶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前凭什么人都有负责的 还让我给他下跪 莎莎 你用的东西都是你做的宋主义 你怎么还敢住现在我面前的 莎莎 莎莎 别总想着当什么富太太了 我沐浩泽对天发誓 会爱你一辈子的 爱我 爱到什么都愿意做 愿意 愿意 上刀山下火海 我都愿意 我要你啊 杀我曾成了 我要你啊 杀我曾成了 沈沈 你喝醉了 杀人可是犯法的 我就知道你是个窝囊飞 莫浩泽 我可是货家大小姐 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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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比我大 我是不是也可以叫你大叔 我有这么老吗 到时候看是谁找了谁 我开玩笑 封月 我去尤其日 杀杀杀杀杀的 我吴卿 你不要挺住啊 四季 浩子 浩子 我们杀人了 什么我们杀人了 车你开的 酒你喝的 人也是你撞的 管老子什么事啊 浩子 浩子 我分醉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要我分醉好不好 你出来吗 我保证干给你的 你撞的是傅子渊 傅子渊啊 货家都保不了你 老子只想搞点钱 我可不想把命搭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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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人了 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药状的人是我 躺在病床上的人也应该是我 我宁愿是我出车祸 路人 你们 查到凶手是谁了吗 事故路段惊恐被毁 赵水酒装人逃逸 目前暂无消息 继续查 凶手故意朝我转过来 这是蓄意杀人 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是 你行 你一定不要有事 不然 不然是吗 你 你醒了 你是谁 我 我是你老婆呀 我老婆又是谁 你失忆了 我老婆又是谁 你 你 你失忆了 你 逗你了 你吓死我了 我好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以为你真的失忆把我给忘了 痛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我不该这样 刚才吩咐别人去查凶手 那么有气势 怎么现在怎么跟你想到我们意思呢 我 不但听到了 我不但是听到了 而且 我还猜到 是谁干的 走 机场抓到了 得回你吩咐的及时 不然差点登机 是 副总 求求你原谅杉杉吧 那天 是因为她喝酒 喝醉酒就能开车撞人吗 惯子如害子 霍先生 连这一点都不清楚吗 凭什么让我丈夫白白受伤 原谅不了 是是是 而傅太太教训的是 副总 副总 我真的没有想撞你 你借我指个胆子 我也不敢的呀 你想撞的是我太太是吗 我忍了你这么久 你却想杀了我 下半辈子了 你在牢里反省吧 在牢里反省吧 不要不要 佳琛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不想坐牢 我求求你 你也不可活 副总 只要能救杀杀 我愿意把整个货家都给你 为了这个女孩 是 我愿意 杀杀是我女儿 只要能救她的命 我愿意把整个货家都卖了 那也值了 好一出 父女情深的大心 你为了小三的女儿 宁愿送出货家 你暗中教唆霍与山 去杀掉自己原配的女儿 你真是好样的 你 说什么 不忍 你猜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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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配的女儿 姜诚 我原本想早点告诉你的 结果发生了车祸 你说 我是她的女儿 你说 我是她的女儿 对于这件事情 霍先生应该比我更清楚啊 当自己得知 姜诚是自己的孩子后 恨不得亲手杀杀吧 姜诚和我前世捡过 她明明就是个 从乡下来的野丫头 你给我闭嘴 霍家的产业 原本就属于沈家 你霍药者 二三十年前 就是一个一群二百的小混合而已 是因为靠上沈家前见 才成为了坠绪 秦秦 嫁给我吧 我保证一辈子对你好 给你一桶打理沈家的经验 传闻 你的原配妻子 是因为男产大出现而死 孩子也因此失踪了 事前的真相 需不需要我一一告诉你听啊 你对得起我吗 你不是人 嘿臭娘们 要不是你们沈家有几个臭钱 谁会看得上你啊 实话告诉你沈青 你们沈家的大部分资产 都已经被我秘密转移到我货家 你不是说带我找孩子的了 我找孩子的 你把我孩子找哪儿了 孩子 估计 早就饿死了 哪个技巧干啥了吧 秦秦啊 我给你买了份天价保险 受益人啊 也是我 从此以后 公司信货 你就放心的去死吧 霍家 本来就属于江山 你不是人 她是你的妻子 我是你的女儿 你都把我扔掉 你把所有的爱 都给了这个小三的女儿 什么 我又想弥补啊 可我 太晚了 二十年前我妈求你 求你不要把我扔掉的时候 你为了保险 你把她推下悬崖 你怎么弥补啊 我要你们都付出也有的代价 来人 把她们带下去 好好招呼 送到金狱去 是 不走 我们想走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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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黑枪铁门 你爸 撑撑 刚出院 就要接手霍家事务 傅太太 可是一点都不心疼我 那吃一点补充一下 就只有这个 那你还想要什么 我还要 我还要 多吃点 我要的 可是被提 不行 医生说了 你刚刚康复 不能做巨雷运动 那你就主动点啊 我倒是觉得 副总需要一些 清热去火的呢 就你调皮是吧 霍氏集团董事长 霍家千金 涉嫌故意杀人罪 双双入狱 另一亲生女将成继承霍氏集团 清热 霍家的女儿 我究竟错过了什么 你飞黄腾堂 成了傅太太 是不是也该分我一杯梗 浩泽想不想便有钱 来一票大的 你们要干什么 你 当然是要钱 给我钱 你现在是附加千金了 有的事情 我和你爸一人一千万 从此两清 你这是敲诈勒索 怎么能是敲诈勒索的 我们这是属于和平谈谈 跟他那么多废话 干什么 不给钱 回家就把你妹妹卖了 你能是敢偷偷偷的话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老子一屁股带 打不了一切死 你冷静点 你弄死他 副死员能放过你吗 你想不想要钱 想要钱别说话 你们霍家有的事情 我和你爸要的也不多 给了钱 我们就走了 妹妹是你的 好 我给 但是我把货家都交给了副辞渊 我身上没钱 那就给副辞渊打电话 让他打钱 但是你不能乱说话 要不你妹妹死定了 到家了吗 我马上就完事 老婆 我最近想买一条项链 还想换一个手机 你能不能给我两千万 好 我 发财了 副总和夫人感情真好 去 派人去给我找江城的下子 夫人出事了 他那么剧强 不可能问我要钱 更不会苦求 手机有定位 去查 是 不行 两千万 太算了 四千万 重新打电话 我觉得四千万也不够 我们要一个一 痴心妄想 我不打 不打 老师就弄死你 负责员那么喜欢 这钱来的也太坚强了吧 给老师钱 一个一 不然你老爸面就没了 我来了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你老头就死了 我看不想活命的人是你 你 夫人 不不 啥事不搞 都是摩花痴叫我干了 听听说我女儿 我从来可能看我女儿 说什么了你 你刚才不是挺杖销的吗 你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把他们给我废了 敲诈乐死一个月 下半辈子 你们就在监狱里面给我待着吧 都怪你 要不然一千万老是啥就打手了呀 哎 是你先说有假假的 哎 这成命 往北未见 贪心不足 你妹妹彤彤 我已经派人 去找他亲生父母的下方 所以 你不用害怕 江昌明进去之后 他会无家可归 我的生父 害了我妈 把我扔了 我的养父一直问我要钱 我也真的很想体会这种 被家人爱着的感觉 你有我 还有咱妈 赵女士 也是你的家里人 以后 我们还会 有我们的宝宝 成长 嫁给我 成长 嫁给我 成长 我就出国了一段时间 你就说要结婚了 新郎该不会是我给你点的男模吧 没错啊 是男模 不行 老娘马上买机票回国 哎 他要是回来发现这个男模 变成了总裁 会怎么办 我 你怎么进来了 婚礼也没开始呢 我太紧张了 你亲我一个 傅子远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太多了 我一会 最后